近日 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锦钉任务需求 组织开展多机型多克目飞行训练 重点围绕编队飞行 低空突防 激将突击等多个克目 锤炼陆航部队在显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演练开始 多架个型直升机依次起飞 按照侦察预警 运输投送 火力突击模块完成编组后 向预定目标地域展开低空飞行训练 此次飞行训练更加注重模块化编组 多机型混编和机组间配合协同 超低空突防训练 气流变化大 随着高度不断降低 飞行操纵难度不断增加 越有特勤 留给飞行员处置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危险性也越大 抵近目标地域 武装直升机立即前出 占领攻击阵位 展开空中警戒 随后 满载战斗队员的运输直升机隐蔽抵近 稳定权停在预定高度 战斗队员从两色机舱滑升而下 按照战斗队形对纵失目标发起冲击 兵种训练体系作战是未来作战趋势 我们在训练中展开兵种间的 激将协同突击训练 就是要通过时兵时装的训练 暴露作战短板 而后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不断提高我们体系作战能力 演练中 他们连续组织多场次 多机型高强度飞行训练 突出战训偶合 战术运用和体系协同 总结摸索出多种突防突击战术战法 夯实了飞行员计战术基础 锤炼了陆航部队的整体作战效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